iPhone 8和iPhone 10同時問世 不過財經網站Business Insider 就點出九大理由 認為等i10不如買i8 因為i8採用A11 Bionic晶片 及M11動作處理器 效能快還支援無線快速充電 加上iPhone 10的刷臉技術 恐怕沒想像中容易普及應用 它用3D列印人臉出來 一模一樣的時候 那這樣子是不是也可以解鎖 再來比價格 像i10最低64GB 要價台幣35900元 比同樣規格的i8貴上1萬多塊 因為覺得都差不多 我們剛畢業也沒什麼錢可以買10 再用各國最低薪資比較 以每天工作8小時來計算的話 在印度至少要工作576.6天 才能買得起一支i10 墨西哥要338天 大陸花179.1天 連維修費也很貴 既然是玻璃材質 然後相對的前後受傷的機率都會提高 如果說以面板的價位來換算是1萬的話 翻到後面來我們把它除以2 可能也要5、6千吧 另外就是iPhone 10上市時間恐怕還要生變 就有平面媒體指出 國內上游工藝商消息說 蘋果已經只是iPhone 10的零組件工藝商 暫緩出貨iPhone 10的部分零組件 如果消息屬實 iPhone 10可能要延到10月中才能開始生產 先上 但後續利用慢慢補貨 可能每半個月補貨一次的方法 再把這些貨量補足 我相信至少在11月3號不會開天窗 選i8還是i10的討論話題持續延續 但不管差異多少多大 只要喜歡 相信果粉都會照樣買單 東森採營新聞李仲祥揚昭昭 台北採訪報導 北採訪